大家好,今天讲一个天地来到人间,却意外释放出了妖王,差点闯了大祸的电影 天机之天地传说,话说这天是浩天金爵,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的生日 但是他因逆凡了天上的生活,便想要到人间找点刺激 王母为了不让他扰乱人间秩序,拿走了他的法力,并让他在一炷箱之内回来 却不知天地竟拿着能够开启三界之门的钥匙,三界石悄悄来到了人间 并意外将一只被封印千年的妖王释放了出来 刚到人间的天地,就惹下了一连串的麻烦 他因恶搞诸神庙内月老的神像,而被县令许孟娇,罚其打扫神像三个月 在此期间,天地意外遇到了一位前来庙里求愿的狐狸精千千千,并对他一见钟情 天地告诉了他自己就是天上的神仙,然而千千却并不相信 于是天地便用尽了各种方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不知这一切都被妖王的手下蜘蛛精发现 妖王在得知后,变派千千将天地带到了自己的老窝 让他喝下了能够破其真摄的毒酒,并趁机将三界石拿走 就在此时,闻取心下方的许孟娇突然来到了这里 因为最近城里发生了多起命案,他认为作案者很有可能就是妖王 妖王仗着自己的地盘,便想要大开杀戒 却不知许孟娇的母亲白妖妖突然带着妹妹小青来到 原来,他们本是修行千年的蛇精 在得知天地此行凶多吉少后,便决定前来营救他 说完,双方便打了起来 妖王由于此时法力还未完全恢复 眼看敌不过对方,便趁机开溜 天地则被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与此同时,天上的众神在得知天地遇到危险后 瞬间便炸了锅 但是也只能干着急 因为没有三戒时,任何神仙都不可以下凡人间 而得到三戒时的妖王,则计划着更大的阴谋 他想在太阴之日,妖界大门打开之时 利用三戒时召唤出无数的妖怪 到时,他将可以一统三戒 而为了能够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他首要的任务就是铲除天地 这天,城里又发生了多起命案 为了安抚明星,徐梦娇带着手下前往一一走访 却意外碰到了妖帝 小青为了保护他,和妖帝展开了斗争 却不料中的埋伏,显出了真身 和妖怪打了起来 但妖王法力高强,几下就将小青打跑 而得知命命有难的白妖妖 则带着天地速速赶了过来 却不知此时的妖帝竟然附身在了徐梦娇的身上 想要趁机暗算天地 好在白妖妖很快便识破了他的诡计 但由于白妖妖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便趁机逃离了这里 也因为此事,天地和白妖妖等人产生了分歧 双方就此分开 随后,深陷淋雨的天地一怒之下 便对着天上的众神抱怨 却不小心被自己扔出的石头砸住了脑袋 晕了过去 好在被附近的一家人发现 将他带到了家里 醒后的天地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他将凡间的一壶当成了水壶 卷喝下去 好在被小哥及时阻止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妖帝便找到了这里 为了逼问天地的下落 他将这家人全部杀害 而看到这一幕的天地 便和妖帝打了起来 但由于没有法力 天地也只能假装吓唬一下 关键时刻 白妖妖带着小青及时出现 解救了他 天地则趁乱逃跑 不料途中又遇到了千千 二人因为仙妖殊途 千千便要让天地赶紧离开这里 却不料被蜘蛛精发现 千千为了保护天地 替他挡住了一剑 而自己也领了盒饭 更失所爱的天地 无奈之下 只能躲到了诸神庙里 此时妖王带着手下 很快便追了过来 诸神庙的神仙 全都出来帮助天地和妖怪 打了起来 很快 他们便将小妖们打跑 就在众仙得意之时 妖王却突然来到 他一挥手 就将众仙全部打跑 天地也被他一掌击中 生命垂危 此时白妖妖等人也赶了过来 和妖帝扭打在了一起 然而这一切都是拖劳 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 此时正值太阴之时 妖王掏出了三界石 打算开启妖界大门 眼看世界 马上就要毁于一旦 此时所到神庙的老百姓 开始跪拜天地的神像 却不料这一败 竟意外让天地恢复了法力 此时的天地 战斗力提升了好几百倍 并和妖帝展开了最终的决斗 双方大战了三百回合后 天地最终将妖帝成功消灭 从而以一己之力 拯救了天下苍生 故事的最后 由于白妖妖和小青 护驾有功 最终得到了风神 而王母娘娘 为了奖励天地 此次立了大功 将千千成功复活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看完后 感觉整部影片的剧情设定很紧凑 有很多搞笑的成分 而一直高高在上的天地 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也非常的接地气 很不错的一部影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